看这里,这就是战场留下来的万恩坑 雷雷白骨露在外面,是触目惊心 这就是一千年前玉碧战场的遗址 在南北朝时期,北魏是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 他们之间似同水火,以黄河为界 东魏强,西魏弱 西魏为了抵挡东魏,在此建了一个玉碧城 它是三面绝壁深沟,一面壁垒 班长要想灭了西魏,必先拿下玉碧城 公元56年,东魏的高欢率领十万大军来攻玉碧 手冲的西魏将领伟孝宽 虽然兵力是不足一万,但是防御得挡 让高欢是望而却步 高欢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驻土山,挖地道,离间西魏将士 通通无果,他连肥水都断了 昼夜猛攻,还是没有能够攻进去 再加上当时爆发危疫,战死病死达到了七万人 他知道,他这一生再也进不去西魏 所以呢,是召集全军将士宴隐 最后唱着吃了歌,回到东魏 回去之后第二年,他也病死 一将功成万古枯,高欢随时病死 但是死在了故土家乡,时有所障 但是这些人,他们又是谁的丈夫 谁的妻子,谁的儿子 只剩下的雷雷白骨叠加在一起